大家朋友,立即開播,今天一小時的晚上到了 時間過得真的快,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年輕的時候時間過得快 還是現在時間過得快? 那你回頭看,永遠都是覺得年輕的時候過得快? 我不是,現在過得快很多 很多 是嗎? 是嗎? 年輕的時候時間過得快 不知道,我覺得年輕的時候 當時我還在讀書,還有自己的目標 以前比較忙,時間過得快 可能又想去玩 現在就很享受生活,覺得這件事很辛苦不做 這件事很趕不做 這件事不知如何改第二天 即是我現在生活比較輕鬆 所以時間比較慢活 我現在是這樣 那可能我跟你相反 我現在覺得年輕的時候比較輕鬆 所以我覺得現在時間過得快 那有可能 那你寧願生命中先虎後甜還是先甜後苦? 那當然先虎後甜 先虎後甜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 很容易就會開心 但是人大了你會覺得 這樣也值得開心嗎? 這樣也很好笑嗎? 人的思想成熟之後 你想的東西會複雜 你會把自己的開心度提高了 應該是要求 舉例 不是30歲渣布法拉尼開心 而是70歲渣布法拉尼 你70歲渣布法拉尼出街也沒用 哈哈哈哈 眼睛都看得不清楚 動作都慢了 都不會有些美女真心跟著你 你30歲渣布法拉尼 有些美女真心跟著你 是嗎? 應該這樣說 就是看究竟對你來說 究竟小時候是多少歲 對我來說可能十幾歲叫小 十幾二十歲是小 我30歲以後已經叫大 所以你的定義就是30歲和70歲 又是另一個定義 30歲或60歲 一倍 對 又是另一個定義 因為我還未去到 那時候我想像不到 但是我現在比起 我現在和我之前 很簡單 很現實的 問這些問題 30歲吃一條英俊 很英俊 你喜歡這些 還是你60多歲吃一條英俊 開心 都是先苦後甜 先甜後苦 那我寧願六十歲 我寧願六十歲 我寧願六十歲 哈哈哈哈 為甚麼 為甚麼 我還想知道 這是代表你的能力 去到六十歲 都有這樣的能力 你六十歲是跌錢 那時候 那時候 一會這樣說 你三十歲 千萬不要這樣想 三十歲 打個帥哥 那帥哥 那帥哥 大家是三十歲 六十歲的時候 那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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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英俊在哪個年紀出現 一定是六十歲 這個不是先甜後苦和先虎後甜的分別 那我寧願是在後面 怕沒東西吃 因為我三十歲有東西吃 我六十歲的時候沒東西吃 那怎麼辦 起碼有個英俊 例如我自己現在的Stage 又沒有結婚 又沒有小朋友 我經常見到身邊的朋友 我不理他其實那個是不是英俊 到六十歲的時候 旁邊還有一個試鏡帶出來 這件事已經很開心了 你明白嗎 那你還要說有個英俊 你這件事很喜歡 那年輕的時候找個英俊很簡單 我兩看 我兩看 我回答你同樣的問題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三十歲的時候有個很漂亮 很喜歡的女兒 她已經三十歲了 在我三十歲的時候和她出街 那時候我六十歲的時候有個三十歲的女兒陪我 很難想 很難想 真的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容易 我未必會想六十歲的時候 無端端有個三十歲的女兒陪我 其實有機會是婦女 為甚麼呢 你覺得她不是喜歡你的財華 不是喜歡你的錢 難看的 這件事是不承認的 有些人覺得 六十歲拖來一妹出來很承認的 這件事不承認的 不承認的 三十歲時也有分別的 有分別的 你不承認的 四十幾三十五十三十都還可以 六十三十分別的分別很大 你到時 很難說 不知聽眾怎麼想呢 又是一樣 在YouTube或者Facebook留言裡面 你們選吧 我們就很簡單而已 你寧願三十歲扎法拉里 還是六十歲扎法拉里 三十歲食帥仔 還是六十歲食帥仔 或者三十歲食帥女 還是六十歲食帥女 都是那一條的 都是那一條的 有些人就怕 哎不要了 六十歲沒食物就很慌慌 六十歲才吃吧 你就是選六十歲才吃 我未選到 我真的要很認真的 我玩都玩得 我真的要思考一下 在下集回答大家 我今天講的話題 昨天預告了說 上一兩星期發生了一個不幸的事件 就是有個女士在你家附近的西邊街 佐治五世公園意外跌死了 我看到不是一個很高的梯街 她可能有一點身體不舒服 我經過的時候 失平衡跌倒 剛好撞傷 不治就去世 令我突然間見到一個公園 因為很多傳媒或者網上的媒體 就開始寫出怪事 我記得我們很多年之前都說過 你小時候經過這個公園的事件 以前是有個幼稚園在裏面的 幼稚園 公園裏面 是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總之是有些不是公園的設施 它是一個圍欄圍住了一個膠的滑滑梯 你明白嗎 那時候的年代其實應該是鐵的滑滑梯 它是真的擠在那裡可以移動的滑滑梯 然後裡面是私人的 所謂的玩具反兜程的滑滑梯 我們經常見到的 正確 對不對 然後有很多小朋友 在那個外出入入 好像隔開了一個地方 好像一個幼稚園那樣 還是我自己記錯 還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提醒一下我這件事 以前看到這個畫面 覺得也很平常 但你想想一下 這個公園裏面有一間幼稚園 其實是否幼稚園裏面 其他人見不到你見到 我就是怕是這樣 對呀 在這個公園見到什麼 它好像一個大魚圈 我自己沒有什麼奇怪的經歷 但是我有些朋友就說 見到有些人 那時候的地方不是很多 他們就會到這個公園打羽毛球 然後就說見到兩個哥哥打得很激烈 我記得了 然後他們是半空中 永遠不碰地 有兩個人在半空中打 還有龍珠 即是廖山明畫龍珠 和彼達那些 寧空交戰那些 對呀 打來打去都是在半空 沒錯 沒錯 還有好像傳聞有個伯伯 現在這個對我來說是側門 正門是在高階的 對著麻封病院 對著麻封病院那個我覺得是正門 因為平時我在那邊出入 你覺得是正門 對 因為它真的有個大閘的 有個大閘 那邊會生 那邊我就少出入 我不知道有沒有閘 那個閘 那裡有很多熔樹 熔樹不是有很多樹根的一枝枝 記得記得 傳聞說有個伯伯在那裡用樹根吊頸 但我就沒有自己見過的 但有人說見過有個老人家直腳 然後就看到鬼魂 我記得以前我去高階那裡教過學 記得在斜路上面高階好像不抄牌的 那邊有幾個位 是嗎?我真的不知道 是斜路 它有錶位 它高階旁邊兩邊有錶位 然後跟著才到公園那裡 所以我沒有記錯 經常都找不到位 有幾個位置放在那裡 是不抄牌的 很奇怪 我是不會知道這些 因為我小時候上學 我上面就是高階再上一條街 潘涵道就是我小學 所以我小學的年代都不會知道 有沒有可以拍車 是你的大哥哥才知道 潘涵道就是我小學 我去的時候也沒有幾十年前 都是高階改建 高階鬼屋改建了做YMCA的時候 女青年妹我才去的 有些教學那裡 我想問 潘涵道以前有很多古宅 古堡大宅 你見過沒有? 恐怖一顆鐘都說過 沒有 那些潘涵道很漂亮 潘涵道 我想我們去到那個位 因為我們整個洞去走去 去到那個叫什麼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有入口 香港大學有很多入口 去到某一個位 我們就上保母車了 所以也不會有太多的潘涵道 我回顧一下 佐治五世公園的怪事 原來他1936年建的 當時已經有 在二次大戰這麼刺熱的時間 已經建了這個公園 原來當時英國國王佐治五世駕崩 香港九龍每個地方建一個公園 將他命名為佐治五世公園 原來就是這樣來的 最初的靈異事件 是源自於二次大戰的時候 公園裡面的空地 因為它是1930多年起的 香港輪候的時候 就是30年代尾的時候 三年來八個月 那個空地就被日軍放了很多屍體 在那裏 即是地址擠在那裏 都擠得不久了 叫人們去後山那裏埋了屍體 於是他早期公園的後山 後面就變了一個亂葬崗 當時公園和平的時候 有些人都下來坐 到晚上很多人就會聽到 有些粗兵的聲音 甚至乎到六七十年代 即是離開戰亂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之後 有一對情侶在公園聊天談心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一個穿著大馬尾邊的阿姐 過來問路 即是所謂的馬姐 就是工人 她就問她 我想去哪棟哪棟樓 那些居民就像你一樣 就是一些街坊 也對這區很熟 她說阿姐那棟樓沒有了 你找不到的 怎知道那對情侶 回答完這個阿姐之後 這個馬姐就很傷心地 用毛巾擦一擦嘴 然後就消失了 然後就消失了 什麼 找什麼呢 她找那棟樓 即是她問那個年輕人 可能打仗的時候走失了的人 看到突然之間時空交錯 閃電完之後 出現在那區問那個年輕人 沒有了 沒有了很傷心 她久不久出現了 這個神秘的阿姐 也有人說在七八十年代都見過她 如果這麼恐怖的傳聞 我之前說過有沒有找過一些報紙 關於那些人應該有 看回舊的集數 有的應該有的 我通常都會找回舊的報紙 另外八九十年代 有人在公園打球 八九十年代不知道你小時候 有沒有在公園打球 好像羽毛球 乒乓球 乒乓球 那類東西 看到有一個全身灰白色的小孩子 跟你說的一樣 是經常在凌空跑的 即是她很厲害的 那不是一個人看到的 不是一個人看到的 舉例她在樹上跳來跳 一棵跳著另一棵 那些小孩子就以為 哇好可愛 有隻猴子 那些人說是人來的 然後小孩子就下來問你 哥哥有沒有借幾塊給我買可樂 然後又跳來跳去 你這個灰白色的小孩子 跟你剛才說的差不多 就這樣了 好了 講開邪門的東西 隔離是東邊街 原來發生過很多交通意外 特別是最恐怖的 是呀 特別是以前 有一個單位是角落頭 然後長期都 那些車失控隊 到她的店舖裡幾次了 是呀 我記得是呀 之前說過的 回顧一下 今集就說 84年 這裡舉行餘蘭勝會 原來這一區 因為以前戰亂的時候 死了很多人 定期就會有人籌錢 舉辦餘蘭勝會 當時運了很多搭棚的車 貨車是否運了一些竹 大家都見過 去到東邊街的時候 失控 就撞了兩輛私家車 衝進了那間店舖 就引起爆炸 就起火 那些油缸 或者那些機油 就著火 於是進去就不只是撞車 那麼簡單 就直接有一些輕微的爆炸事件 最後來貨車司機 和司機當主就死了 那件事就三死九傷 那之後 因為這個地方都很危險 都是屬於交通黑點 也有一些調避車 在2012年的時候 在東邊街走 就因為馬力不足 那輛車有些基建故障 流後 就撞到皇后大道西的店舖裡 也造成了兩難一類的死亡 一二年的七月 也有另一單 就是一輛貨車 在上車的時候 突然之間流後 你剛才說得沒錯 其實挺邪的 84年撞到那間店舖 一二年又撞到那間店舖 同一間 是的 同一間 其實挺令人害怕的 雖然你說道路設計那麼斜 當然會撞到同一間店舖 因為它是同一個物理 但有時很難說 這個世界扯上來 真的 還有一件事 有些人說過 84年有一件事 原本在農曆7月28日的時候 有一宗交通意外 那宗交通意外 是一輛私家車司機 他是附近醫院的醫生 那位醫生為何會在交通意外身亡呢 當然是一個傳聞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就說 本身的餘蘭節 會經常在附近宵夜 那宵夜的龍煙 就吹到隔離醫院那裡 就影響到病人 那位醫生就作出投訴 就說你們不能經常在這裡宵夜 就投訴 騷擾著病人休息 也噪音太大了 我們先回來 那些餘蘭盛會經常都會唱歌 那醫生很好人 就說你們騷擾著病人不行 也不是迷信 其實醫生很多迷信 那這個醫生剛巧不是迷信 他就投訴 有關當局 當然會跟那個餘蘭盛會的當主 或者那個主持人說 你們不要燒那麼多 亦都唱 不要唱那麼晚 那就影響了 你這樣不被人燒 如果根據迷信 就會影響了那些遊魂野鬼 或者有關的神明 就接收一年 一年收一鎊而已 就沒得收 是 於是乎 有頭收 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件事 那個醫生就撞車身亡了 這些可能都是一些患者 有些人說 還發生了一件怪事 附近有間警署 我不知道在哪裡 我知道 7號警署 我知道 記得了 下到最下 下到最盡 有些行路經過 7號警署附近有間戲院 我真的不知道 總之7號警署是電車路 我記得有一次拍過一張照片 原來有一晚 突然之間 以前80年代的時候 就坐了那些 那些叫什麼 直日生 坐在警署裡面 報案室裡面的警員 還是什麼 警員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坐在那裡 我試過 上次不見了錢包 我就去7號警署 多久以前 哇 上年9月 是啊 你說到報警 突然想起你朋友的那件事 不然是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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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笑 那件事 然後 有人又詩問我 那件事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那件事 好多八卦 那件事 我在想 你在說是不是那件事 是那件事 不知道 咪口再說 然後有四個男人 穿著衣服很奇怪 就進了報案室 我們想報案 當然那個報案室的人 就跟他聊天 誰不知那些人就可能說鄉下話 一個就說潮州話 一個就說敏南話 一個就說客家話 一個叫客家話 他不知怎樣跟他溝通 突然間那個幫板就下來了 那個幫板 就是幫板其實是什麼 什麼職位 我們又想知道 但是聽我爸爸經常說 我爸爸做市政局 我媽媽 那個幫板 小時候不知道幫板其實是什麼 就是inspector 他說幫板是中文還是英文 叫什麼 是不是英文譯做中文的東西 但是幫板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他未到supervisor 未到inspector的位置 那個幫板應該應該是 我想是一些管理 管理一些基層員工的工頭來的 我懷疑是 我經常聽我爸爸說幫板 他從幫板下來 什麼是幫板 這麼奇怪 真的那個中文字都很奇怪 幫手那個幫 辦公室那個辦的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幫忙辦事 所以叫做幫板 職位叫幫忙辦事員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了 英治時期之後 或者那些就沒有了這個名字 沒有出現過 而且多數的幫板是外國人 不是的 幫板是中國人 不是的 是嗎 懂得寫字 我記得以前 我爸爸媽媽不懂字 我媽媽不懂字 我爸爸懂些字 那些幫板會幫你申請假期 會幫你填紙 以前的工人不懂字 那些是幫板 我相信那些聽眾家裡 都聽過我爸媽說幫板 我想知道中文的全名是什麼 幫忙辦公室協調員 還是什麼 那些人知道 沒有研究過 那些名字 那些名字 幫板 有個幫板就下來了 就說 讓我跟他們談 那個幫板可能認識一些 林鄭英那些 認識一些法術 聊聊聊 那些人就告訴他 他說 喂 你記住 金銀衣紙 就不能夠減 只能夠加的 不減得 他說你減掉金銀衣紙 這區就出大事了 那幫幫板說 可以了 我們知道了 你們走吧 那四個人就離開了那間警署 就走了 那個值日生裡面的警員就問 大蛇 那四個人 為何這麼奇怪 為何突然進來講 金銀衣紙 他說 你又這麼好心機聽他說 平時 你拼緊他走 什麼事今天 你這麼好人事 那幫板就說 你不知道 他們不是人 你看他們的衣服 是以前 三幾十年代的衣著 現在哪有人穿這些衣服 他們以前是枉死 打仗的時候枉死的人 他說你不理他 大領落 這些是鬼 1984年的時候 就發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件 所以就引起交通意外 其實這個地方 這麼斜 其實我都禁止車輛上 對 我想說去某些彎位 是禁止了某個場地的車 是 是 但是我想說 我連電單車都不敢上 因為真的太斜了 說真的 我去到某個位置 我害怕 我自己駕 無論我自己駕 或者我載著人 我現在有幾次去到那裡 我去到第一階 我發現不行了 找個洞鑽下去 我就說 但是很害怕 向下反而沒有什麼 向上很害怕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掉頭也麻煩 如果突然之間有什麼事 雖然它是單程樓 很麻煩 今天就說一些 比較邪一點的死亡事件 如果說邪一點 要說一個日子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其實我告訴你 發生過什麼事 你覺得很邪 就是在香港 原來在2月10日 很多時候 會發生 2月10日我弟弟生日 我以為真的 對 2月10日我弟弟生日 你弟弟生日 你弟弟生日 2月10日 什麼日子 你弟弟90年代出生 不是 不要緊 不要緊 你弟弟可能在2月10日出生 所以回答你不是 你不知道 先回來 你不知道 爸爸外面生了幾個弟弟 你怎麼知道 他怎麼跟你說 對 有所知 我真的認識過有些人 他很大年紀 不是說 10幾 20歲 他三 40歲 突然之間 他爸爸有個弟弟 他自己多了個弟弟 對 對 我有個朋友也試過 有兩個男孩 然後出到去 這個我弟弟 我們以為是 什麼乾弟弟 不知道 他不是的 真的親弟弟 然後我問 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像他們解釋過 他都是近幾年才知道 有個哥哥和弟弟 為什麼這麼奇怪 你想想你40歲 你爸爸六十幾 突然間你爸爸六十的時候 突然間你爸爸六十的時候 突然間認識了一條女兒 在外面 那條女兒四十 那樣 背了一件出來 他又不知道跟你說 到差不多 你爸爸釘叫馬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小孩出來 可能十歲八歲 你都五十歲的時候 我弟弟 我兒子都沒有這麼小 哥哥 我們在那裡見過 這些真的有 對 不奇 如果你無緣無故 一條女兒五十歲 有個弟弟十歲 那應該是多少個人 你不要說 叫你姐姐 五十歲有個弟弟十歲 那應該是好笑 以為是自己的兒子 無緣無故有個小女兒 六歲就叫你哥哥 我無緣無故有個妹六歲 真的好開心 也是 我記得我媽媽當時 當我十幾歲的時候 好像又有了的我媽 然後我媽媽問我 還想不想要個弟弟妹 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我都十幾歲了 我記得有了 你突然間這樣想起 但我媽媽問我的 其實有一個潛台詞 是嗎 你怎麼說媽媽的肚子是老爸 你怎麼說媽媽的肚子是老爸 我不是真的 我不是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我沒有這個畫面 我開心 我搞不成 你如果有個女兒六歲 現在叫她公書教學 你就全家大人一九十 你無緣無故有個妹妹 即是有個妹妹她有老爸 她老爸即是我老爸 我老爸可能有些錢給她 如果她這麼大年紀都生了個女兒 或者她有個老母 照顧我 你不要過來跟我說 你妹妹要住福利院 哥哥 你要收養她 這樣就真是跳濟 你不知道 原來妹妹又疼你 但她又賺到錢 不知為何突然露了她 又有空給你錢 賣東西給哥哥 多開心 哥哥七十歲 那妹妹二十歲 我是想做那個妹妹 例如我是六歲 我哥哥大了我十幾年 反而我喜歡這樣 有多個大哥哥照顧我 我可以 但我是大姐姐來照顧她 我就搞不定 即是你看到這個世界太美好 通常這樣的情形 就是這樣的 你可能十多歲 就見到哥哥四十幾歲 哥哥我是你妹妹 認親亦戚 扮什麼一巴就升七里 想扮什麼 想分錢嗎 層樓沒有你 你不是這個姓 你油餅 一巴就升七里 就趕你走 現實世界 大哥 不是韓劇 不是女之女王 繼續說 原來二月十日 有兩件事 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都是同日發生 都是關火事 有人說過也挺邪 首先九六年二月十日 有山火 大家都記得 有一個中學 馬鞍山的中學 有幾十個學生和老師 八仙嶺行山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為了煙頭引起火警 迅速山火向上燒 最後有三個學生和老師 因為要救學生 身亡了 誰知道 原來二月十日 不知道為什麼 都很旺火 當然是一些不好的火 你記不記得這17年 有人在地鐵站放火 都是二月十日的 是嗎 在哪個站 尖沙咀 我真的忘記了 很大火 很大火 很轟動 你應該不是在香港 有一個六十歲的男乘客 精神有問題 不斷地在地鐵站上突然說 我要燒光你們 然後拿一些有意義物體的酒瓶 好像是連自己都燒光了 對 撲一些人去點火 最後他自己又死了 但令到有些乘客很不幸 都被他搞到很危台 也都器官受損 我記得這件事 我記得這件事 因為好像是 都是二月十日的 訪問一些乘客 問一些乘客 你知不知道其實是誰放火 他說不知道 他就看到 阿伯 全身火 就躺在月台上 他們當時都不知道是他放火 他們都很樂意去救人 救完才知道 原來他們救過那個 是我中火的人 說多一點 又離開香港 今天說一些比較邪門的類似的事情 我們回來 按錯 不好意思 按錯 如果有一間酒店 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有一間酒店 你準備入住 譬如泰國這樣 但怎知道突然看到新聞 他一個月裡有四個人都在裡面死了 你會不會取消他訂的那間酒店 我未必會 反而我會更加想去 那麼靈略 我跟誰去 我覺得 如果是跟家人 或者跟男朋友 你不會想影響 影響了Family trip 或者一個很甜蜜的旅行 跟朋友的話我還可以 我還跟他說 你們行不行 你們一起去探險 可以 講完這個才完今節 這個人很短 我看到他很邪 提一提 之前有提過這個酒店 但找不到原因 怎樣死了四個人 話說在幾年前 在泰國清邁有間酒店 名字叫Downtown inn hotel 突然之間一個月裡 有四個人死 第一個死的 就是一個47歲的泰國籍女導遊 突然之間住在五樓房間裡 不知道為什麼肚痛 就去廁所 嚴重輻射 然後在浴室裡死了 同一個月 在18號 另一個23歲的 紐西蘭的乘客 名字叫Shelwell Carter 的女士 都在五樓 突然之間 不知道原因 食物中毒死了 就是複射 然後有兩個英國的一對夫婦 一個叫George 叫Yelene的男女 都是七十多歲 都是突然之間 叫做撤死 撤死的原因 就是一個罕見的動物阻塞 這些法醫當然要驗 因為那間酒店 還不是打龍門客棧 一個月內死了四個人 全部是染的 在他們體內找不到有毒的物品 也沒有被人偷東西 房間裡沒有打鬥過痕跡 也沒有被人下針筒 打毒癮的東西 為什麼他們無緣無故死了 那間酒店就很害怕 覺得是靈異事 就開始找人去驅邪 希望大家不要把騙運繼續留在這裏 就驅邪 因為太多人就取消訂 如果你是旅客 你會不會取消訂 你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一定會 我未必會 我一定會 你住了去死 死了四個一個月 你不死心死過是你 就大壞 不值得這樣死 大哥 你說對 可能有些騙運 遇上了你 我也很想你說 有些人說 會不會是他的家屍 或者某些地方有些發出來的氣體 引發你身體裡有嘔 有蛤 或者是一個 剛才說 死於一個動物阻塞 會不會是這樣 原來他近年 找到一些答案 可能是某一件事 是嗎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再說 稍後回來再說 稍後回來再說 稍後回來再說